6創意健康店 是一家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6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 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圓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法力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Della好,大家好 今天不如跟聽眾探討一個 我相信大部份人都會經歷過 無論是大人還是小孩 現在這個情況,可能小孩都會經歷過的一個症狀 就是頭痛 相信聽眾或身邊所有人或自己 都會經歷過頭痛的情況 因為實在是太常見了 原醫生在臨床上也比較少 有些病人只會看頭痛 因為坊間上有很多 大部份用藥物、止痛藥等 都很快可以處理症狀 令你不痛 你會覺得好像沒什麼 但是經常性 有時候我們一些病人都會看到 或是我們身邊的朋友都會聽到 他們說 經常性都要頭痛 可能又要經常去痛到請假 或是一些情況 如影先生,不如跟聽眾講解一下 例如頭痛的症狀 我們以為頭痛 以及頭痛應該有分了幾類型的頭痛 他們的成因 或者營養補充方面 又可以怎樣幫助 預防或減低症狀 因為經常聽到很多人的頭痛 有否一些實質的數據去支持 這個頭痛真的是很常見的問題 我相信大家都認識頭痛 相信大部份人都經歷過頭痛 但很可惜有些人不是簡單地間中頭痛 這個數據未必是最新的 這個資料應該是美國 美國裏面有4500萬男女的頭痛 即是經常性、反覆性的頭痛 不是說間中性是recurring 可能每幾天一次、一個星期一次 4500萬男女的頭痛裏面 其中有1700萬屬於扁頭痛 英文叫做migraine headache 扁頭痛 扁頭痛的人 因為扁頭痛在美國一年 每年差不多高病假 是1億5700萬人的病假 扁頭痛的人在美國一年 扁頭痛的患者 70%是女性的 而男性通常更多的是cluster headache 即是重集性的頭痛 比男性更多 當然最普遍的頭痛 就是緊張性的頭痛 Tangent headache 如果家裡有父母、伤身 都是有扁頭痛的話 有75%的子女都會有扁頭痛 如果單方面一個父母有扁頭痛 子女遺傳的都有一半一半 50% 所以這也是一個很廣泛的病 但是在同學療法裡面 我們有很多很多好的療劑 通常我們那本字典裡面 只講頭痛是獨立有一個chapter 編出來的 很明顯我們這方面 是有很多很多的經驗的 但是能夠懂得找同學療法的人 在我的診所裡面 在我們香港裡面 不是很多的 為什麼呢 一般的頭痛 都可以用藥感 但問題呢 很多藥物 第一,治標不治本 藥物的副作用是很危險的 我認識一個叔叔 我記得很小時候 他經常說 Panadol很厲害的 每次他一頭痛 一劑就搞定了 他就贊贊不絕口 我相信他應該是周末性的 每個星期他都有頭痛 那時候我很小時候 我不是醫生 我記憶中 他曾經說過這樣的事情 後來他突然之間內出血 那些胃內出血 其實原因都是吃這些子痛藥 因為子痛藥很多是薄血藥 我也懂得 起碼有兩個長者 是那些雙熟的人 都是因為吃這些子痛藥 出現胃出血 兩個都差點死 有急性進入醫院 雖然兩個都沒有因此而死亡 但是也是很嚴重的入急症殺 所以頭痛的事情 第一,就是不可以輕視他 對患者來說,當然很辛苦 他希望有一個更好的、徹底的醫療 不要每個星期又出現一次 每個星期又出現一次 每個星期又出現一次 困擾這麼多十幾十年 其實在同學療法有很好的療劑 只要我們能夠對症下藥 同學療法是需要對症下藥的 我也遇到有些人喜歡自己去看書 我也絕對鼓勵 有很多這方面的好書 但是當你發現 如果自己處理不了 始終同學療法的要求是很高的 所以找一個經驗豐富的 真真正正正有療的醫生 幫你跟著是很值得的 不要說我試過不可以 我自己試過療質不可以 我試過纤維炎不可以 當然能不能不能 就不是你吃過纤維炎或者吃過療劑 所以大家遇到這些情況之後 記得不要輕易放棄 因為同學療法是一個很好的醫療 總之你要懂得用 找到一個好的醫生 懂得幫你去對症下藥 效果是會很驚人的 所以大部份的頭痛 我都叫做緊張性的頭痛 通常的症狀是一種 一種叫dow pain 即是悶悶的痛 還有一種抹緊的感覺 大部份人都是屬於tension headache 很多人都會偶爾出來 還有一種不太常見 總括叫做vascular headache vascular irregularity 即是血管性的 包括carcer headache 是蟲雜性的頭痛 以及migraine 或者migraine 那些叫做扁頭痛 好了 這類的頭痛 那些痛是可以說很厲害的 即是很厲害的 有些可能只是出現某一邊 但也有時候 會兩邊一起出現 亦都會出現的時候 會包括暈、作悶、吐 這通常是扁頭痛的情況 成因方面 在女性方面的扁頭痛 很多時候和荷爾蒙的改變有關 比如那時候青春期會多 或者因為吃了鼻孕丸 或者是懷孕 也有時候可以發現 是和這個有關 因為扁頭痛通常是襲擊女性比較多 而carcer headache 是重襲性的頭痛影響 男性比較多 通常這些病人 受害者都是很勤力的人 做事很勤力 生活方面也有很多緊張 可能是吃烟的人 當然也有很多 有些情況是因為有遺傳 我待會也解釋給你聽 遺傳是一個挺常見的因素 當然最常見的起因原因都是壓力 但我也要考慮除了壓力之外 也會有些敏感 可能食物的敏感、環境的敏感 可能是血塞、血囤塞 或者可能牙齒毛病、吸烟 以及平日的身體姿勢問題 以及可能是盆腔 女性有很多盆腔刺激 是導致的 當然如果有些情況 頭痛持續性越來越嚴重 也可能是有些腫瘤關係 所以立刻需要找一个专业的医生 帮你跟進 一般西医方面 一般医生都是吃牙齿不靈 止痛药 不要喝太多咖啡 不要吃朱古力 或者有些茄子 有些旧的茄子 因为它有一种叫tyramine 这种tyramine的蛋白质 很多时候会触发扁头性疼痛 有时候你会找到这个原因 如果我们发现 你的头痛是对食物方面敏感 当然可以试一试 减少食物或者做断食 企图好好地去找找 到底是什么食物导致你的头痛 通常来说 糖 Refined sugar 精炼的糖分 有些肝果或者果汁都有机会的 朱古力 有些膏饼 梳打 食物的附加剂 酒精 咖啡因 或者人造牛油 margarine 植物牛油 牛鱼类的食物都会有的 在这个情况下 有些人都会吃维他命C 维他命E 钙 美作为一个补充剂 当然在草药方面 我们都会用Fever Fuel 或者银行业这方面 也有些人做按摩 减低肌肉的冤痛和紧张 所以很多时候都有这个方法 在扁头痛方面 很多时候食物敏感是上上的原因 我们通常就尽量 例如你经常发生的时候 自己做一个food diary 记录了每一餐吃的什么东西 然后什么时候 跟扁头痛出现的时间方面有什么关系呢 也有自己可以找到敏感食物的空手 如果能找到的话 当然第一时间解一下 好了 在同类疗法方面 我刚才说是很多很多资料 有些大部分的同类疗法 有些字典 叫repertory 临床症状的资料 很多时候整个专题 全个chapter 是专门讲头痛的 好了 我们的同类疗法里面 我们的头痛 其实我们要考虑很多很多方面 如果大家有这个问题 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比如这样 我们很多时候会考虑头痛的关系 比如跟天气、温度和季节有没有关系 会不会因为冬的空气呢 会不会因为户外空气呢 还有会不会一个冬的冬呼 会引发 或者当你的人觉得寒冷而出现 当然除了冬就会热了 会不会热呼会出现问题 或者令你好一点 会不会热了又出现问题 太阳 比如是夏天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要了解天气因素 有没有行雷闪电 可以压低 会出现这个因素 第二个我们要考虑就是情绪方面 会不会因为怒怒 会不会因为轻奋 或者悲哀 或者用脑过渡 紧张这方面引发头痛 除此之外 我也要了解有时候头痛是伴有其他的问题 我叫做concomitant 有时候会交替的 可能跟哮喘交替 有时候有黏液性 可能大伤风之后出现头痛 可能因为冻了 可能会咳咳到头痛 有些可能是惊奇 有些可能是吏风湿性 我们都可以叫做concomitant 的病理 有没有其他的病理因素 也有些头痛是跟活动有关系的 例如有些人起床的时候特别头痛 有些人很可能是性行为 之后特别头痛 有些人就像咳咳咳咳 咳到头痛 有些人可能是动动 运动 或者有些人是看书 看到头痛 也有些人睡觉之后头痛 很多我们叫做日常生活的活动 怎样都会有机会影响我们 我们也要考虑身体上的 身理上的功能 例如会不会是根延期的因素 会不会是跟经期有关 在时间上 也有没有可能是跟大便 或者大便之前 大便之后 还有我们就要看一下 有些什么局部的因素 可以更改头痛 例如我们冻呼 会不会好一点 也有些人可能是大力按压 会不会好一点 有些人头痛的时候 一定要躺下 有些人躺平一点 会好一点 有些人坐下会好一点 或者坐下会差一点 也有些人向前弯 会特别痛 这个和我们其他身体的姿势 都有关 接着就是食物 有些人说 因为喝咖啡容易 有些人吃东西 有些人饿 有些人吃东西 吃东西多 可能烟和软的食物 有些人会喝酒 有红酒 因此会引发到 也有其他的情况 可能是太阳晒得很厉害 或者是被人戳破 或者声音 气味 都有机会引发头痛 还有一个关系 可能是和视力有关系 或者是闭上眼 有没有好一点 或者需要闭上眼 或者是阅毒过量 导致眼疲 这是阅毒性眼疲的头痛 也可能是受了伤 撞到头 曾经受过伤 或者打针 或者被动物咬过 也有些时候 背十元 多方面 我也要了解那种痛是怎样痛 有些痛到你 有些是慢性痛 有些是充血性的痛 有些是神经电竹的痛 神经性的痛 有些是周期性的痛 有些痛到会发疯 也有些是游走性的痛 所以我们也要了解很多痛 有些痛就好像有些徐仔 哈哈哈哈 所以我们要了解整个头痛的阵形 我们才可以去企图去找疗剂 还有一个情况 比如有些人头痛的时候 特别闻疹 有些人头痛的时候 就会出眼泪 有些人头痛的时候 就会出眼泪 也有些人头痛的时候 眼睛也会痛 也有些人头痛的时候 眼视力就好像蒙糊了 或者看到一些闪闪跳跳的 火花的感觉 也有些人头痛的时候 是暂时性的失明 看不到的东西都会有 也有些人头痛的时候 有些人头痛的胃口大大增加 有些人头痛的胃口大大增加 有些人头痛的胃口大大大增加 所以在同学疗法 我们是很考虑要很多的 仔细的原因 环境因素是导致头痛 我们才可以着手去找一个好的疗剂 那个好处就是 在同学疗法处理过的问题 很多时候你就不会怎么再犯法 不能说你一世以后都不会有头痛 很多时候就不要说会不会断尾 断尾这个字是很难的 很难要求 到你死的那天都不会再头痛 这个不需要 比你以前每个月都要头痛 或者每个星期一周末就会头痛 现在间中性就会头痛 可能因为吃错东西 吃多些敏斤食物 这些都能够接受 所以在这个情况 为什么呢 虽然也可以按到你 但是你想真真正正好好的 近乎根治 一定要靠同学疗法 好了 跟大家介绍几个简单的疗剂 因为疗剂真的很多很多 我们都要视乎整体的情况 好了 第一个疗剂和大家分享介绍 就是Nux Romica 通常的马前指头痛 我们发现是和食物 就是大饮大食 吃到太多刺激的东西 尤其是微精 就是那些人吃多些食物 喝多些很好味的汤 其实是微精汤 然后就头痛 通常我们都看到浅压 一种闷闷的头痛 另外一种是Beladonna 癫茄 癫茄的头痛来得很急 是跳得很 那个蜜洞薄薄声 是很厉害的 臉都很红 这个是癫茄性 是特别痛一点的 另外一种是Brionia 就是白蛇根 白蛇根通常都是痛得很厉害的时候 病人想把痛的压头摄到枕头 要在黑房间 最好不要人骚扰它 不想动动 这个就是白蛇根 亦多种的头痛 比如心斑仔 就是颗疼的头痛 通常是鱼巴癌 Calford 一个常用得的尿剂 还有一种是Sinquenaria canadensis 血根草 这个通常是右边的头痛 通常痛得来 可能有些吐射 通常是跟旌旗前来有些时间的关系 还有很多时候跟太阳 因为曝晒而引起 另外一种是Spigeria 赤根草 这是左边性的头痛 通常跟旌旗也有些关系 另外一种是Iris vesicola 我们变色妖美 是一种植物 Iris vesicola通常是周末放假的头痛 上班做到死都没事 周末就出现这样的头痛 通常会发现很酸的 体内很幼酸 肛门有一种酸呕 这种头痛有时也有视力模糊出现 也有一些头痛是一点性的头痛 另外一种是炎 Negmer的头痛通常好像徐仔 哈哈哈哈那种疼 还有视力好像有些左右左右闪动 右眼比较多些 还有眼疏的情况也比较多些 还有一种是Metalotus 是草木身Metalotus 这种头痛通常有些作呕作门 还有眼球好像有些压力感 手脚冻青 还有眼前有些黑点 觉得很聚 有些物动性 我们叫做Sick Helic 通常有些作门作成 Metalotus是很有趣的 这些头痛一流鼻血 或者经期一流出的血量 头痛就会立即舒缓 很多时候Metalotus 都是我们经常用一些 处理流血症 有些人很多时候无端端流血 下阴流血 或者鼻孔流血这方面 另外一种叫Indiametalicum 因的金属Indiametalicum 这个是很有趣的 当你是谷大便的时候 头痛也很厉害 那你要大便的 你不能说 因为一谷大便就不敢去 如果你遇到这个情况 又作门又有眼睡 遇到这个情况是Indiametalicum 当然我们有几种疗剂 经纪有关 也有好几种疗剂 是与我们的旌旗时间上有关 我们都有不同的症状 之下我会配 例如Kellcap 石虫 Josemium Groninum 硫磺 蓝尾蛇毒 直 硝酸银 这些都是一种 用在旌旗有关的头痛 如果有些头痛 因为我用眼神 用Vuta 用云香 如果我们因为睡觉不够 熬眼睡 导致头痛 我会有马前指和 Occulus Indicus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都要视乎 成因 症状 部位 令到我们选配 一个比较适合的疗剂 可以这么说 在同学疗法 因为这方面的经验实在很多 如果大家有些 头痛困扰了很多年 记住 你不需要再受苦 用好的疗剂帮助你们 多谢余英生和我们今天的分享 听上去好像头痛大得都说 每个人都会经历过 不当不少 不像性壮 但刚才余英生说过来 其实很少撞似一个很普遍 或者很常见 但是分析分析下来 其实很多仔细的东西 都可以引起到头痛 所以希望大家收听完我们这集之后 就去了解一下 如果家中一定要常备 有一些部分的疗剂 刚才余英生大学和我们说了 十多只 如果你们可以处备在这里的时候 出现了这些头痛的时候 如果是经常性也好 或者是偶有一次的 可以配合到疗剂的特点的时候 你们可以立即使用 就可以解除痛苦 不需要拖几天 虽然听到我们的听众 收听我们的听众都知道 常用的亚士不灵 都知道有害处在这里 但如果你有疗剂可以即时帮助你们 连痛苦都可以减轻它 最重要的不是暂时性 而是长久性 但不会重复再出现头痛 这是我的痛的疗法 和一般的弱舒缓的痛 是很不同的地方 当然 刚才说的头痛 我们一定不会彻底根治 你永远都会 吃了之后 但可以帮助你减轻出现的次数 或者是你复原的时间 是快了很多的时候 这就是疗效的功效 是值得大家去尝试的 不需要就是说 当然 如果有时 你可能自己试过之后 未必是可以达到一个理想效果 不是等于疗剂没有效用 只不过可能未必配得对 因为刚才我也听过 当中可能会有很多其他症状 而引起你的头痛 希望你可逆转回你的问题之后 才能得到一个健康快乐的人生 所以希望大家听完之后 可以加中尝备了一些疗剂 就可以达到有鼻无患的效用 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预约回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查询刚才我们提及的疗剂 或者一些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回诊 可以email到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想重吻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回YouTube 搜寻自然疗发愈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谢谢袁医生,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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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